这张是十足亚当的家谱 也是人类历史当中第一份正式的家谱 如何读家谱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是读经当中的难题之一 大家喜欢读吗 好多人都笑了 尽管我们相信说 圣经当中的家谱是真实的历史 可是我们不能只是把它当成历史的文献来读 仅仅满足于了解亚当的每一代 它发生了什么 而应当把它视为一个神学的文本 而要通过历史来看到 历史的主是如何引导亚当的后代 每一代是如何行的 特别是每一代他们与神之间的一个互动 刚才我提到 这里面的时代 其实每一代都遵循着一个相同的模式 就是贾他活到了X岁生了乙 贾生了乙之后 又活了Y年并且伤儿养女 然后对贾一生的总结 就是贾一共活了X加Y岁 然后就死了 贾普它的重点并不在这个模式 它的贾普的重点而在于利外 可是我们注意到有几代打破了这种固有的模式 而这种特例正是摩西需要我们在读的时候特别去注意的 这里面有三个人 至少有三个人他是例外 第一个是十足亚当 第二个是亚当的第七世孙 伊诺 第三个是第九世孙 拉麦 今天我们就聚焦在这三个人的身上 我们从亚当来看神对人类的祝福与咒诅的延续 我们从以诺来看超越生死的人生 我们从拉麦来看脱离劳苦得享安息的呼求 不过我会把这个顺序稍微调整一下 我们先看亚当 再看拉麦 最后我们来看这张的一个核心人物 就是以诺 首先我们来从亚当来看神的祝福与咒诅在人类当中的延续 我不知道大家读过家谱吗 你自己家里有家谱吗 有人点头啊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家谱是谁的家谱吗 孔子 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 查到了这个孔子世家谱系图 那这里面呢 他这太小了 因为列了四世代 他前面是 这里面前面有十代列出了他的孔子的十世子孙 从孔子开始 不过他没有提名字 说他是什么呀 始祖至圣 如果你看孔子的家谱显然 不用怀疑 你知道谁是最重要的 孔子是最重要的 他是第一个 他也是最尊贵的 很多人能够以进入这个家谱为荣 可是相比你看圣经当中 亚当的家谱 你会发现很大的不同 在亚当的家谱 神而不是亚当 才是这个家谱最被尊崇的 而且亚当的家谱 你会看到开头竟然不是亚当开始了 是以神来开始的 当然也不是以亚当为中心的 而是以神为中心的 你会看到圣经的家谱 其实跟我们平常读到的人 所编撰的家谱 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圣经 它总是以神为中心的 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 那亚当的家谱 它以神造人作为开始 你会看到这里面的经文的描述 几乎上跟创世纪第一章 还有第二章 几乎上是完全一样的 这里面神造人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神造人 第一个就是神造人 神是照着祂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 虽然我们人类犯罪堕落 可是我们人依然保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神的形象和样式 不仅是借着第一代的创造 也借着人类的声誉 就一代一代神的形象 就印在每一个亚当子孙后代的身上 也包括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神的形象 比方说这里面他提到的赛特 他提到赛特的时候 他特别有一个注解是什么 他说形象和样式和他自己相似 跟谁相似啊 跟亚当相似 亚当是跟神相似 所以我们每一代 我们不只是跟我们的父母相似 其实我们也是跟神是相似 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 和样式造的尊贵的塑造物 这也是我们 就是每一个人具有神的形象 这是我们基督徒尊重生命 反对堕胎 反对杀戮 这也是我们基督徒 宁肯受苦 也不愿意去咒诅 每一个按照神的形象 和样式造的人的原因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神赐福 神的赐福 不只是包括生养众多 也包括治理世界 尽管我们犯罪堕落 可是我们依然承受了 生养与治理的祝福 第三个神命名 神给亚当夏娃直接命名 这是表明神 对于他所创造的人的主权 我们是被神造的 我们是属于神的 就像我们刚才 第三首歌唱的一样 我们是属于那造我们的那一位 我们还要向神负责 我们从这个亚当的家谱 其实就看到了 神的创造之功 就是借着一代传到另一代 将神的形象和样式 将神的祝福 也将神的主权 一代代地延续下去 不过 从一代到下一代 延续的不只是有神的祝福 也包括罪 还有神对罪的审判 就是死 我们来读几节经文 这里面说 亚当活了多少岁 930岁就什么了 就死了 然后是塞特共活了 912岁就死了 然后以诺士共活了 905岁就死了 一直到诺亚 活了950岁就死了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 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啊 其实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最让我震惊的不是说 为什么大洪水之前的 这些列祖 他们的生命怎么这么长 让我震惊的是 他活这么长 为什么还是死了 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为什么活这么长 我知道很多人非常感兴趣 我想一个原因是 是因为大洪水前后的生态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洪水之后 那个生态 其实更不适合人类生存 不过 最重要的原因还不是这个 而是第二个 因为人类的罪恶 在不断地加剧 以至于神对人类的这种咒诅 也在加剧 这是为什么 因为看到洪水之后 人的性就一下剪刀 跟我们现在人的性命 差不多了 为什么人会死 要知道神造人的目的 祂造人不是要人去死的 祂造人是要人 跟祂永远同在 享受与祂同在的 这永生的 因为死从来就不是神的心意 可是为什么仍然有死亡 保罗他这样解释说 罪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的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而且死做了亡 所有的人都在死的全力之下 这是新约对这里面的一个注解 不管是我们的美容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成就 我们的美名 在死亡到来的那一刻 都将画上句号 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 他在三十岁 他就创立了人类历史上 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就是希腊帝国 他本人也被誉为 最成功的军事统帅 据说他一辈子 从来没有持过败仗 可是他在三十二岁那一年 就病逝了 相传他在临死之前 还有三个遗愿 第一个 他说他的棺材 必须有最厉害的医生抬回去 第二个 他说当他的棺材 运现坟墓时 沿途的道路 必须洒满他宝库里面的金银财宝 第三 他说他的双手 要放在棺材的外面 让大家看得见 他解释 他说让医生送我的棺材 是想让大家知道 没有任何一个医生 能够医治所有的疾病 要从死神中夺回性命 是不可能的 我希望大家珍惜性命的那一刻 那在墓园道路上撒满黄金 是想告诉你们说 我即使赚了再多的金银财宝 带死亡的那一刻 我什么也带不走 追逐财富到最后是一场空 至于把双手露在外面 是想让世人知道 说我是双手空空地来到世界 而最后我也是空手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就在想啊 亚里山大 他是一个没有接受启示之光的人 他竟然对生命有这样的一个觉悟 不过也是在临死的时候才有的 那更何况我们这些已经蒙了神的福音的光照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生活的目标还仅仅只是为着我们身体的健康 仅仅在世上积攒更多的财富 只是来在这个世上不断赚取我们的名声和成就吗 我们要为着这些不能存留 必然朽坏地来忙碌吗 还是我们真的把神和祂的国来作为我们首要的追求 圣经提醒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就是那不朽坏的 虫子不能咬的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的健康不重要 我们不应该努力工作 这都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当做的 这是提醒我们 不要把这个当成你的唯一 也不要把它当成你最重要的追求 相反 而要使用你的工作 你的时间 你的金钱 你的才能 要想想如何投资在那永恒的神的国度当中 这是第一个 接下来我们来借着拉麦来看脱离劳苦 得享安息的呼求 不过呢 这里面这个创世纪第五章讲的拉麦 跟第四章讲到的拉麦 不是同一个拉麦 这里的拉麦是赛特 就是亚当后裔赛特一致的后代 而前面的拉麦是盖尹一致的后代 虽然他的名字一样 可是你会发现两个人是我截然不同的人 这里面的拉麦呢 他是呼求神 他是期待寻求神能从咒诅当中得解脱 能从劳苦当中得安慰 而另一个 这个拉麦呢 他是活在一个完全没有神的一个场景当中 他宣扬的是暴力 他推崇的是仇恨 拉麦在跟其他的人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看到这里面 他生这个儿子的时候特别有一个注解 他给他的儿子取名叫挪亚 因为挪亚在西伯来文当中 他的发音其实跟那个安慰和安息是相似的 这就表明他知道在世上生活有很多的劳苦 但是他知道他的盼望之所在不在于地上 所以他借着给儿子取名 表明他对神的信心和他向神的一个呼求 他呼求神能够在劳苦当中赐他安息 我想拉麦在这里面 他对于生活劳苦的体会 也不是只有他 我想也是我们每一个活在世上人 对于劳苦的一个体验 这段时间我跟教会很多 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聊 年轻就意味着差不多三十四十岁 这个年龄段的弟兄姊妹 几乎上每一个人都跟我讲到说 他们工作上的这种辛苦 让牧师为他们的工作来带导 因为弟兄姊妹真的是很多的时候 要加班加点 赶不完的deadlines 身边的人手在不断地缩减的同时 可是工作量还在不断地增加 结果很多人说 开始长皱纹了 掉头发了 睡眠也睡不好了 也没有时间运动 发现跟家人的时间也是不够 很多身心灵都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不管弟兄姊妹 我们从事的职业有多么的不同 我们在公司的职位 是多么的不一样 还有我们的薪水有多么不同 可是你会发现 我们其实在劳苦上的体会 是完全一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劳苦难道是不可避免的吗 不管你是员工也好 你是老板也好 你从事的 你可以在一个最上层 你可以做一个最下层 因为发现 劳苦可以说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宿命 拉麦在这里面提醒我们说 这操劳是因为烟花 什么 咒诅地 神之所以咒诅地 那是因为罪 因为罪的缘故 整个地都受了咒诅 以至于我们不得不 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我们必须汗流满面 才得虎口 直到我们归了尘土 我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 你认为你的工作是一个祝福 还是一个咒诅 好像是一个trick 这个是yes and no的问题 一方面呢 神赐福给工作 因为工作是属于 神的创造使命的一部分 creation mandate 是让我们借着工作来认识它 来荣耀它 让我们在工作上 无论是你从事的是文学 艺术 工业 科技 社会服务 就是我们是有 有这个使命来推进 我们人类的文明的发展 并且自己因着工作在其中 得以成长 而且还养家糊口 但另一方面呢 因为罪 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的整个工作的环境 是被咒诅的 我们的地是被咒诅的 因为发现你的工作就跟劳苦 就连到一块了 我没有听到一个人跟我说 不劳苦的 不管你从事的行业有多么的不同 职位有多么的高低不同 很多人跟我说 哎呀 这个paper写不出来 发不出来 程序老出现有bug 客户经常提各种 无理的要求 公司的管理混乱 跟同事的沟通经常被误解 累不累啊 苦不苦啊 因为发现其实在我们的工作上 我们可以说是祝福跟咒诅 兼有的 有的时候这是一个dilemma 但是我仔细在想啊 其实这也是有神 祂的智慧所在的 一方面呢 神让我们在工作上 来去领受祂的祝福 能够让我们 不管是我们个人的成长也好 养家糊口也好 来推进我们整个人类的进步也好 但是另一方面呢 这种生活当中的劳苦重担 也提醒我们一个 很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呢 不要把你的工作当成神 工作不是你的偶像 你的终极的价值和意义 真的不在你的工作上 我想这是神的智慧之所在 在我们跟弟兄分享 每个人提到他工作上 工作上的劳苦 让我给他祷告 后来我就提醒一句 我说 邀请神进入你自己的工作领域 不管你是从事科研的 或者你是从事教育的 或者是商业的 或者是服务业的 我们既然称神为主 神是万有的主 神在你的工作领域 祂也是可以做主的 神也是有智慧来引导你的 神也是有能力 让你在你的工作当中 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邀请神来进你的工作 第二个我提醒说 不要直接面对你的工作 让神在你的工作中间来做主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说真的让神来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每一个空间 每一个领域 都能够成为他所示的 我想拉麦在此 他向神的呼求是对的 他呼求 他的盼望是什么 盼望有一个儿子 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父母一样 我们希望父母能够学这个 念这个 做这个 我们希望把我们年轻时 没有实现的梦想让儿子来实现 可是诺亚真的给他们带来了安慰吗 在六章第九章 你们看到诺亚带来了什么 洪水 审判 所以说真正地给人类带来安慰的 能够帮助人 能够从劳苦当中得安慰的 得解脱的 其实不是诺亚 而是诺亚所指向的耶稣基督 耶稣说 凡劳苦但重大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 得安息 真的我们 相信这样的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学习 把每一个劳苦 都带到神的面前 因为发现 你真的是这样去做 这样去相信的话 我相信你一定会经历到 从神而来的安慰 那超自然的平安 以及从上面来的力量 让你可以胜过 让你可以 在你牢苦当中 你依然是有平安的 我们最后来看以诺 我们要通过以诺来看 超越生死的人生 亚当让我们看到 神的祝福与咒诅 在人类当中的延续 他的节点是 在生与死上的表现是死亡 拉麦让我们看到 神的祝福和咒诅 在工作上的表现 他的节点是 劳苦 而以诺则让我们看到 超越的可能 就是人如何超越生死 工作 在工作上如何脱离 劳苦 我们特别来读一下 这几节经文 这里面说 以诺活了65岁 生了 马吐萨拉 以诺生马吐萨拉之后 与神同行 三百年 并且生儿养女 以诺共活了365岁 以诺与神同行 神将他娶去 他就不再世了 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非常的震惊 我说 神啊 这里发生了什么 你会看到 以诺他在这里面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人 是你讲到 以诺生了马吐萨拉之后 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说又活了多少年 取代的是什么 他与神同行三百年 不仅如此 在讲到他活了365年之后 也不像其他人一样 说他就死了 而是说 再次强调说 他与神同行 说神把他取去了 以诺他不像他同时代的人 甚至不像他前面的人 也不像他后面的人 说他只是活着而已 而是说他与神同行 他也不像其他人 劳碌一生 就死去 而是说他超越了死亡 直接被神提去了 我们看到以诺他的生死 是超越众人的 是令人惊奇的 而以诺 他超越生死的见证 不仅是像他那个时代 也是像我们这个时代 发出那震聋发聩的见证 不过呢 以诺在他 我们如果来仔细看以诺 其实他的前半生 你会看 没有特别之处 跟你我差不多 这里边圣经说 他以诺活到了65岁 他生了马吐萨拉 他跟我们没有两样 也是工作 结婚 生子 一样地在工作当中 承受各样的劳苦 在家庭生活当中 也有各样的重担 但是诺亚 他的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为什么发生了 这么大的一个转变 让一个人 他竟然可以去超越生死 我们需要回到新约 在尤大书 这里面提到 我们可以借此窥见一斑 这里面说 亚当的七世孙 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 看那主借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 证实那一切不尽钱的人 所妄行一切不尽钱的事 又证实不尽钱之罪人 所说顶撞他的钢壁画 这些人是私下议论 常发怨言的 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 口中说夸大的话 为得便宜 惨媚人 这里面 尤大在说什么 就是说 在他的平凡的前半生 这个转折点发生 是什么呢 是以诺他与神相遇了 他从神领受了启示 而且他完全是以信心来接受 他不仅领受 而且他向众人来传道 是信心改变了这一切 稍微对比一下 以诺和他的儿子马吐撒拉 有意思的是 以诺他的寿数是最短的 就是在这一张圣经当中 可是他的儿子马吐撒拉 却是最长的 一个365岁 一个969岁 在圣经当中 通常常受被视为神的祝福 可是你会看到 以诺的寿数却是最短的 只有365岁 365你想到什么 正合一年的天数 视为圆满 你会看到以诺 其实尽管他的寿数是短的 可是圣经这样 特别记载365岁 其实是提醒啊 提醒我们基督徒 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说 我们的寿数不等于生命的丰盛 也就是说 我们对于我们属神的人 不管你的寿数是多长 或是多短 只要在基督里面 其实是长度并不是最重要的 丰盛才是最重要的 而马吐撒拉 他的寿数是969岁 是圣经记载最长寿的一个人 如果你推算的话 他大概是活到了大洪水的前行 我们在想到 以诺他这个预言 他预言的是什么呀 审判 他知道 我想他的盼望 跟我们众人常一样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 有健康 长寿 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 比我们更好 比我们做得更加地成功 对不对 可是 他领受神的 其实他看到了是什么 他看到了神的审判要来到了 所以说 不管是他自己的性命 还有他的儿子 不管多么成功 多么长寿 这些都通通不重要了 因为审判都将终结这一切 所以你会发现 他的人生 就因着他与神相遇 就因着他重生领受了启示 他完全就以信心接受 而且他活出来 他不仅活出来 他也向众人做见证 以至于他的人生 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他的盼望不再是自己身上 甚至不是他的子孙后代 如何成功 而是完全地放在神的身上 他选择了与神同行 每一天与神同行 在他三百年当中 每一天与神同行 接下来看 我们注意到这里面提到 以诺与神同行 另外一个比较吃惊的点是什么呢 我们想到说与神同行 可能我们很多人会想到 什么是与神同行 我们想到可能一个人 不结婚 到沙漠当中做饮食 天天读经祷告 我们想到的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这其实是一个误会 我们看到以诺他与神同行 他是什么与神同行 他结婚 他生子 他生子之后 而且是生儿养育 他继续地与神同行 你会看到他没有选择 抛弃利子 到沙漠做饮食 而是在正常的婚姻家庭 在他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 选择 与神同行 我再问一个tricky的问题 英子们也来想一下 哪一种情况 更好的与神同行 结婚 还是不结婚 不生孩子 还是生很多孩子 做牧师 或者做商人 或者做服务员 哪一种职业 更容易让你与神同行 不好意思 我今天问的问题 都很tricky 你会看到 你从这个以诺的例子 你会看到 其实你的婚姻的状态 你的孩子 有没有孩子 甚至你从事 什么样的职业 都不能成为 你远离神的借口 都不会影响 你追求神 你与神同行 相反 我们恰恰应当罢神 不管是我们结婚也好 我们单身也好 我们没有孩子 或者我们有很多孩子 我做牧师 或者我就是商人 我是一个科学家 我是一个服务员 或者说 我就是一个realtor 或者说 我是一个修房子的 不管你从事 什么样的工作 你要知道 神都是特别良给你的 你的工作 所在的地方 就是神让你操练 与他同行的实验室 就像劳伦斯弟兄一样 他即使他在厨房 他是一个厨师 他在厨房 最忙碌的时候 他依然可以操练 与神的同在 与神的同行 我们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借口 来不去寻求神 寻求与神同行的 恰恰相反 我们的信仰 正是需要在真实的环境当中 就是在你每日的生活当中 你跟配偶闹马顿的时候 你跟孩子发生争执的时候 你跟同工出现 比较不顺利的时候 你在工作当中 遇到难处的时候 或者说你在每天生活 身体甚至生病的时候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来去操练 来去呼求神 来去经历神 来去操练 与神的同行 那么到底什么是与神同行呢 以诺与神同行 显然不是一个 律法主义式的死板教条 也不是断断续续 时有时无的一个功德的修行 更不是一个自我服侍的 只是满足自我的需要 和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神秘的宗教 以诺与神同行 是说他与神有着一个真实的 活泼的 一个持续相交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是他享受与神 这种亲密 无间的美好的团契 他时时刻刻 他凡事都去讨神的喜悦 这是以诺与神同行 我发现讲与神同行 太难了 我昨天问我太太一个问题 我说你可不可以说出一些 你觉得很敬钱的人 他可以说出很多 我说你能不能说出 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我想了很久 因为发现 因为我们看到的例子太少了 但是与神同行 那其实就是亚当和夏娃 他们在陆落之前 在伊甸园中 他们与神的亲密团契 他们就是与神同行的 而且在圣经的后面 我们提到了那个诺亚 提到诺亚与神同行 当然后来我们看到圣经也提到了说 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 摩西与神面对面 大卫是和神心意的人 但是无论从长度和是程度来看 都无法与以诺相比 圣经说以诺与神同行 而且他与神同行三百年 而且他是圣经当中为二的 没有经历死亡 直接被提到神的荣耀当中的人 我们知道另外一位是谁啊 就是先知 伊利亚 我就在想 以诺 为何被提 或者说以诺被提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我们知道尽管死 已经做了所有亚当后裔的王 所有人都因怕死 做了死的奴仆 但是借着这个以诺的被提 让我们看到 死没有最终的话语权 神才有最终的话语权 神他可以打破咒诅 神他可以打败死亡 这是诺亚他 被神直接 祈祷他的荣耀当中的 我想这个是意义之一 不过 不管是以诺还是以利亚 毕竟 这是圣经当中仅有的两位 他越过死亡 这样的一个特例 可是这个对我们来说 有什么应用呢 到底有没有一个普遍意义呢 让我们也可以经历呢 好像神的心意并不是这样 神的心意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为了拯救我们 甘愿在十字架上受死 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升天 其实神的儿子 他是不需要死的 但是他却选择死 还有复活 他得胜了死亡 这是给我们一个盼望 让我们可以摸得着 看得见的盼望 使我们可以 现在就可以经历的 可以得着的 可以抓到手里的 就是因信耶稣基督 让我们知道 因信耶稣基督 他是那一位打破咒读 他是那一位打败死亡的 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 我们也可以 像以诺一样 我们可以胜过死亡 为什么神赐给以诺 这么大的恩典 圣经再次强调说 因为以诺与神同行 新约圣经 希伯来书 对这个与神同行 有一个注解 说与神同行的意思 就是讨神喜悦 得神喜悦 而得神喜悦的 关键就是信心 不过圣经讲到的信心 从来就不是说 你相信一些事实 甚至不是说 你接受一些正统的教义 因为圣经说 信不是说 只是相信神的存在 而是相信神赏赐 那寻求祂的人 提到以诺的信心 在希伯来说 提到以诺信心 绝不是说 以诺他相信神的存在 因为当时所有的人 都相信神的存在 甚至包括盖眼的后裔 每一个人也都知道 神是存在的 可是那不是信心 那不是圣经 所讲到的信心 以诺的信心 是不仅说 他相信神的存在 而是他三百年 每一天 在每一件事 在每一个情况下 他都竭力地寻求神 而且他寻见神 他竭力去讨神的喜悦 他也确实得蒙神的喜悦 我们基督的信心 绝不能稀释为 相信神的存在 或者是相信一套正统的教义 我们基督的信心 必须得跟神有一个真实的 活泼的亲密的关系 在你的工作 家庭 教会 甚至你的娱乐当中 都要去讨神的喜悦 令我们难过的是 我看到不少自称是基督徒的 甚至是受了喜 觉得已经买到了天堂的门票 他们没有持续地去追求神 不肯在神的话语上 长进 对神的家没有尾声 对神的家人也不热心 对神家里的事 也没有兴趣 因为他们对这世界上的 世界的关注 远过于神和神的国 他们追求身体的健康 却看不到树林上 他们的孱弱 他们追求事业成功 却看不到神的国 在他们身上丝毫地影响 他们一心想要培养子女 进藤校 进大厂 看不到他们传递给孩子的 一套价值观 其实跟不信的人并无二致 直到他们的下一代 离开神 远离教会的时候 才追会莫及 我们知道 疫情其实在去年已经 官方已经宣布 结束了 可是很多人还是活在 疫情当中 我说的疫情不是这个 新冠的疫情 而是树林的疫情当中 很多人不敢来教会 不敢跟弟兄姊妹实体地团聚 可是我们却不怕去旅行 我们也不怕跟同事去吃饭 下馆子旅行 真的 我相信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做得比这个更好 我相信弟兄姊妹 可以比这个做得更好 我们从以诺的身上 以诺与神同行 而且是三百年来 他每日 每时刻与神同行 最后我也想问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爱神吗 我们真的渴慕与神同住吗 我们真的觉得桃神喜悦 是我们心中的渴望吗 你知不知道我们 真的是建在基督 那磐石上的活石 是要建造神的领功的 知不知道我们 就是与基督连结 基督这棵葡萄树连结的那枝子 是要结果子的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自己 不管你 以前是怎样的 现在神就像那老父亲一样 他要迎接你 要拥抱你 就像老父亲拥抱 回家的浪子一样 你知不知道 耶稣基督 我们的新郎 他在预备 他在迎接有一天 我们都要被洁净 没有瑕疵成为基督的心腹 我们要将来与主 永远同住的 这真的是我们的盼望 是我们的相信吗 我们最后 阿们 看到最后 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从亚当 我们从亚当看到 尽管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 是有祝福 也有这种咒诅 看似 可是我们却无法逃避 死亡 我们从拉麦 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工作 有祝福也有咒诅 可是我们却不得不 面对生活当中的劳苦 但是 以诺 以诺让我们看到了 另外的一种可能 这种可能就是 超越生死的可能 这种可能就是 在劳苦当中 得安息的可能 我想今天的这个道 不只是让我们听听而已 我们也需要有同样的信心 来与我们所听见的道 来调和 我们的信仰 是需要活出来的 如果你愿意 效法余诺 来与神同行 那我们就需要 有着这样的信心 需要每日与基督 同死 也同复活